罗姓女子骑机车在女儿要是上学的路上 行经苗栗市中华路跟这台左转机车发生碰撞 女子机车因为撞击失控倒地 那么这期车祸发生在这个月20号早上8点多 59岁卓姓男子骑机车载着米还有粽叶 要去慈祭园区保短午节的粽子 虽然事发前他有先转头看了一下后面的车辆 但男子没有停下车直接左转穿越马路 结果导致在小孩的罗姓女子煞车不急 直接追踪上去 卓姓男子也吓到了上前去扶车 那么事发地点就刚好是在道路的中间 并没有任何的耗制 因此这起车祸的肇事责任 仍然要等到警方调查之后才能厘清 那么万幸的是母女俩送医之后 没有生命大碍